那你是什么佛在来的 你学哪个佛的法门 你就是那个佛的弟子 你看看我们学净土法门 无量受尽最后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受寄言 欲先告诉我们 你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成佛了 修成功了 你在释放世界 哪个地方有云 你到那去做佛 名号都叫妙音如来 这妙音是什么 妙音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 一是念佛成佛的 你将来教别人还是念佛成佛 这妙音如来啊 那么我们受三归宜的人多了 通通用妙音做发明 妙音居士 跟经上讲的相应 要知道 南无阿弥陀佛 妙音啊 妙在哪里啊 这一句佛号能帮助你成佛 你说多奇妙啊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心里头 只要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通通放下 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了 中风禅思可以给你做证了 那你看信念法师 中风禅思说到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你心里头果然真有阿弥陀佛 你不是阿弥陀佛 谁是阿弥陀佛 此方即净土 净土即此方 我们 齐心动念 音语造诅 跟这一部大乘无量手机 完全相应 你学阿弥陀佛 学到家了 你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净土 这个地方决定不会有灾难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说某人是某菩萨 那也很简单 他专修普门品 那就是 以观世音菩萨做榜样 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 那你就是观音菩萨 那你修地藏经 修得跟地藏菩萨一模一样 你就是地藏菩萨 你学普闲 你学普闲行念品 学得跟普闲一样 你就是普闲菩萨 那么你要知道 菩萨 有等级的 五十一个等级 像念书一样的 你是几年级的 观音菩萨 如果你是小学一年级 那就一点都不稀奇啊 肯定不是等级菩萨 为什么 摄注以上 粗注以上啊 那是阿维悦之菩萨了 大菩萨 不是普通菩萨了 如果小学 小学就是粗性位到实性位 这是小学 这些小学的观世音菩萨 可多了 虽然是人类千祖 佛 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的六级佛 讲绝了 人人都是佛 从什么上讲呢 世尊所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是从理上讲的 为什么 一切众生皆有佛信 你的自信是佛了 人人都有自信 都有本性 我们中国老祖宗要承认 肯定人性本善 那个本善就是佛的意思 佛是绝的意思 本来觉悟了 现在为什么不觉呢 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持住 障碍了 所以你的决心脱不出来 你迷了 所以从自信上讲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一点都没错 从自信上来讲 你是阿弥陀佛 也没错 为什么 阿弥陀佛是所有祝福 共同的称号 这个名号翻译成中国的意思 你就明白了 阿弥陀佛是无 弥陀佛是量 佛是弓 阿弥陀佛 用中国话来讲 叫无量弓 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弓 所以它是一切祝福一个共同的名号 不是某一个人 某一个人 那一定像我们这个经上所讲的 发藏比丘所修成的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创办人 创办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阿弥陀佛是发藏比丘修成的 那我们要加一个发藏阿弥陀佛 这才指定是他不是别人 如果不加上这个名号 那所有一切祝福如来 统统可以称之为阿弥陀佛 他是通号 这个祝福要知道 你要是学释迦牟尼佛 学得很像 那你就变成释迦 释迦牟尼佛也是通号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意思 能忍的意思 凡神中的意思是能忍 就是能够以仁慈心待忍 摩尼呢 摩尼是亲近的意思 用亲近心对待自己 用仁慈的心对待别人 这就叫释迦牟尼 那我们要称印度这个成佛的时候 要加上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西达多 西达多所修成的 这个释迦牟尼佛 关上这个名字 西达多 释迦牟尼佛 那就是专称他 这别人不能称 如果不加西达多 我们每个人修成都能称 称 释迦牟尼佛 仁慈心待忍 清净心对自己 所以这些名义 要搞清楚 搞明白 你就不会迷信了 现在外面人说的多了 我们必须提出解释 如果不多 那就不必说了 说这些干嘛 真正深入金藏的人 他都明了 他都懂得